臺北市議員徐曉昇 這一聲慘叫 立刻把黨內立委激戰 一秒變成市場大戰 可以可以 我好痛喔 這樣就痛了 那你怎麼到立法院打仗 來我們落鬥 槍口對外 槍口對外 絕對不要打內戰 徐曉昇不斷緊跟 被挑戰的立委費洪泰 絲毫不想給他有任何喘息空間 你什麼時候還不及 你什麼時候還不及 還以為我們換一場 你一言我一語 徐曉昇想親自下辯論戰帖 沒想到卻反吃 閉門跟 不斷的迴避 然後甚至用這種 就是撞擊的方式 然後把人家推倒 並不是他們所說的君子之爭 今天肉搏戰Part1 不慎讓徐曉昇小掛彩 而兩人短兵相接戲碼 其實並非巧合 早在前一天 1號徐曉昇的臉書大頭照 更換上星球崛起 主角凱撒的照片 早早預告自己已做好 開戰準備 他們可能搞不清楚說昨天是愚人節 星球崛起是說 徐曉昇希望能夠崛起 那我們也非常的努力 中華民國崛起 台灣崛起 才是我要的 不到最後一刻 徐曉昇重追猛打下 雙方誰會崛起 還很難說 倒是這件事 仍舊讓徐曉昇耿於懷 交通的好不好 好不好 謝謝 徐曉昇的 徐曉昇交通的好不好 謝謝 謝謝 百分之一百不是我按的 如果我按了蔡英文 我去追蹤她 或者給她按讚 就代表我要去投蔡英文嗎 不是的 同樣又是換來已讀不回 不過沒關係 徐曉昇已經打算長期抗戰 變成覺得有點像是 這個星球崛起 變成湯姆貓以竭力 來日方長 總有一天我們能夠遇到的 那我會很努力的尋找 廢洪泰廢委員 藍與北市鬆信 世代交替之爭 戰火引爆 難分難見 打死不退 勇往直前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幹 謝謝陳志豐 採訪報導